平溪王回复了 情况不加 你现在随本王过去一趟吧 你在院子里等我 我马上就好 平溪王的情况 不加到了什么程度 跟之前类似 不过疼的地方 从只有小腿 变成了大腿小腿都会疼 可还有胸痛 窒息的情况 不曾胸痛 只是有些呼吸不长 小腿上 可有静脉曲张的迹象 静脉曲张 就是小腿上 有没有青色的调形痕迹 不曾看过 黄叔主要的不是 就在于呼吸不长 本王担心 会像前两次一样 停止呼吸 所以恢复来找你 黄叔的情况 的确比我预想的 要发展快一些 但并无大碍 只需提防好 再次窒息就好 黄祖母今日又犯病了 嗯 黄祖母的病情 又严重了吗 之前南宫公主 给黄祖母治病 据说是有了好转的 黄祖母的病情 并未加重 黄祖母是被气犯病的 是谁竟敢在这个时候 惹黄祖母生气 是我 谢遥冷冷地 瞥了楚寒一眼 楚寒瞬间明白了 谢遥为什么会 惹黄祖母生气 不去看谢遥的眼睛 对了 黄叔这次回来 父皇派了两个御医跟着 一会儿你若是忙不过来 可以让他们帮忙 母妃也说了 让你纳妾有利无害 你最好考虑考虑 等过了今夜 本王亲自入宫去说 不必了 我缓解了祖母的症状 祖母给了我几个月的时间 给了你几个月的时间 什么意思 楚寒愣了一下 随后就立即明白了 你答应黄祖母 要给本王生孩子 你不要多想 几个月后 你我早已分道扬镳 到时你是否纳妾 都不会有人把这件事 跟我扯上关系了 本王自然不会多想 只要时机成熟 本王不会多留你一刻 好 好 感谢观看